早上觀眾朋友 小孩гр랑羽毛 大家好我是喵小千 今天又來到我們 秀建場的歷史 是不是叫小奇門 如果我還沒有訂閱的話 唱我還沒有到目標之前 幫忙訂閱一下吧 喜歡的話也別忘了 等一下幫我按個讚哦 我好像很少在開頭的時候講這個對不對 這邊有什麼呢 沙草紙 因西斯的神殿 神殿的話那就 這裡就是我們的神話時間啦 我先進去看看裡面的紙寫什麼 這座神殿對每一名前來祈禱的人而言 都是安身之地 任何進入神殿的人都在我的保護之下 克莉奧佩托拉 女王的留言啊 雅蒂山卓又大又熱鬧 只有一部分是安靜的 孤獨又被水環繞 一顆倒下了棕榈樹指向我的所在 那裡也是落地雨水的交會之處 拼凱狼就在附近咧 開菜圖去找一下吧 我呢就來吃說伊西斯的神話 我們現在的所在地 是供奉伊西斯福爾圖娜的神殿 這位女神在這兒是燈塔的聖位寺 每年的四月在這裡都會舉辦聖法利亞的慶典 女神手上拿著船舵跟風浴之腳 帶給韓海者好運 其實伊西斯福爾圖娜原本是兩個神 愛景女神伊西斯跟希臘女神福爾圖娜 他們被羅馬人合併 跟幸運神結婚 經常一起出現 在護身符或鑲嵌寶石上 會被逃避是因為這兩個女神隊的意義接近 伊西斯是治癒、保護、母親 夫爾圖娜是家庭、改善貿易的守護者 而當時廣為流傳的 伊西斯在羅馬是非常非常有勢力的地下宗教 他儀式很特殊 他花很多錢要禁食十天 他會用到尼洛喝的水 許多的政治家都特別喜歡信封伊西斯 像是我們接著可能會遇到的 凱撒、烏娜維、安東尼 都選擇推廣埃及的神 這些人將伊西斯併入羅馬的宗教裡 同時也還有羅馬統治埃及的意義在 不過我們是埃及嘛 就單獨來輸出伊西斯 因為這段蛇話有點長 所以我們先大概講一下 前面發生什麼事嗎 太陽神拉塞世界一片突然的時候來到 自體繁殖生下了大氣神蘇跟潮溪神太弗努特 這兩位結婚又省下了大地神蓋布和天空神努特 世界就成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 然後這時候 大家看到未來他的曾孫將會毀滅他創造的國度 所以他用自己的能力 永久的禁止 蓋布跟努特生孩子 面對這個禁令 努特就非常的難過 卻沒有辦法說服拉 撤回這個禁令 於是他有轉向跟智慧之神托特的求助 希望能找到突破禁令的方法 托特答應了努特的請求 於是就把月亮神孔蘇找來了 他們倆約定下棋打魯 如果孔蘇輸了 那就要分解力量給托特 孔蘇就連輸了好幾場 損失了不少 然後就不玩了 還好托特已經拿到足夠的力量 他利用這些力量 將原本只有360天的一年 延長了5天 這5天就是 脫離拉控制全新的5天 蓋布和努特撤了這5天 一天一個 生下了歐西里斯 老荷魯斯 賽特 我們就是主角的伊西斯 還有最後是 奈福蒂斯 正如拉索一點的 歐西里斯奪走了蘭的王位 蘭後來怎麼了 我們有說過了 再來賽後美特神話的那集 把連結放在資訊卡 跟下方的說明欄中 沒看過的話可以去點贊看喔 取得王位後的歐西里斯 跟伊西斯結婚 一起同治埃及 當時的人類還十分原始而且暴力 伊西斯實在是看不下去了 就決定教他們如何利用 尼羅河周邊賦予的土壤 發展農業 歐西里斯也決定加入 教人們如何養殖動物 也教人們怎麼用種出來的小麥 做麵包和煮不釀酒 可以教了他們異獸 兩夫婦那人類非常非常好 文明不斷進步 人類非常愛他們 而一旁的賽特 只能咬著手撕乾當眼 因為他的領地是在 沙末那邊 就在獄州 靠近尼羅河邊的這塊富裕的衝浪 就讓他越來越不爽 下令決心要摧毀歐西里斯和伊西斯 所建立的王國 終於這個機會來了 歐西里斯決定把王國交給伊西斯管理 他自己則去旅行 然後把文明之事 傳給世界上其他人類 賽特見激不而失 趕緊找回了72萬顆性的姑娘 討分戰術 他們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計劃 當歐西里斯推國 賽特站在第一宮 歡迎歐西里斯 並邀他一同參加自己國舉辦的慶功宴 要外接近尾神 歐西里斯的癡法不克族 賽特拿出了一個非常非常非常精美的人心盒子 他向在場所有人宣布 如果有誰能夠完美的躺進盒子裡 不會太小也不會太大 這個盒子就送給他了 大家嗨起來了 輪發上去試堂 但是沒有一個人成功 歐西里斯健壯就站起來 然後問賽特說 他可不可以也試一試 賽特內心可是非常開心的 因為這盒子 就是他和72位朋友 精心幫歐西里斯打造的 得到賽特同意後 歐西里斯躺入盒中 果然完美的符合了 旁邊來了幾起身領獎 賽特和72位友人偷偷圍了上來 賽特說 這盒子永遠是你的了 說完全部人 合力蓋上盒子 把所有的荒蝦堵死 然後把盒子摧入泥沫盒中 歐西斯提到這個消息之後 非常難過 他偽裝成人類 四處尋找 希望能找回自己的老公 花了很長的時間 終於終於 尋著線索來到了一個小鎮 這裡的鎮長夫婦 就像NPC一樣需要幫助 伊西斯順手勢來連法術幫助他們 沒想到在施法的過程 鎮長老婆因為不信任伊西斯在做什麼 居然出手攻擊了伊西斯 法術因此失敗 伊西斯解除衛裝 鎮長夫婦就嚇傻了 連盲鬼在地上不斷的發抖 愛求能為伊西斯做點什麼來贖罪 伊西斯並不打算懲罰他們 根據他的線索 歐西里斯的遺體 漂流到這個鎮上 箱子外長出了一棵非常漂亮的大樹 他向鎮長夫婦要求那棵樹 鎮在樹棍上的箱子 終於拿回了他丈夫的遺體 伊西斯找了一個地方開始施展法力 復活他的丈夫 那我們小花故事差不多就先說到這邊好了 接下來來去找 禁師 之前我幫助過的禁師 唉呦 居然害他被懸賞了 我要幫助人民去逃亡 這還太慘了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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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哪个是不是 它只有食物 人們都飽了 當主人 你居然要被追殺 沒關係 沒關係 交給我 這就是守護者的本業吧 我怕要用敵人製造船 我怕要用敵人製造船 把屍體先丟下去 又有人追嗎 哪裡啊 沒有船的就不用管他了 反正賽奴會去對付我 很重的啊 是不是在這裡停一下 好像有船追來了 在游泳 吃我一劍 在那邊 哇 到過了 就先算了 反正它那麼遠 在那邊 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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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游到那去了啊 哇 我們上面還有 祭司 上船 上船 我們也走了 祭司 這空間 這空間是不是會有 有點像上拉 了 才射到 到底有沒有下墜 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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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快到了 闖過去啦 這裡是你希望停止 這是島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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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來了喔 Lisander 是我的名字 我認為是Lisander 會更好 是 我認為 在那邊 Lisander 和你 Megi Bajek 謝謝 希望你在新的神殿可以過得不錯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別忘了幫我按個讚分享出去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出過新的影片喔 還有FB粉絲團跟Line的觀光帳號也可以去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